至於今天10點不一樣精神 先來關注受到了反聖英年 以及多重因素的影響 台灣真的是已經4年 沒有颱風直接侵襲了 那麼這次的杜蘇瑞颱風 可以說是來勢洶洶 不僅終結了4年無台的記錄 更可能因為聖英年 風雨威力更強 造成的衝擊也不容輕忽 有氣象專家就分析了 雖然今年是聖英年 但未必會立即看到影響 最怕的是颱風行進的速度 如果像莫拉克颱風 當年一樣這樣子的緩慢 造成的災損勢必擴大 民眾必須要小心戒備 晴空萬里 高温飆迫35度 杜蘇瑞颱風來襲前夕 這處位於桃園巴德的 喬心心村 看似一片寧靜 但其實社區幹部們 已開始繃進神經 吃的東西是蠻多的 像餅乾大概有10包左右 還有泥粉都整香的 然後礦潔水什麼都有 吃的喝的一應俱全 老人家可能用到的尿布或藥物 得快快補上 統一時間 里長趁著社區共餐 向李明提醒防災事項 一旦風雨過大 需要緊急收容時 活動中心就會激動 劃分區域 變成長者的臨時避難所 哇 淹水淹水 淹到膝蓋了 往年只要下場豪大雨 地處低洼的眷村巷弄 一定災情慘重 動使過去近四年來 沒有颱風過境 這裡依舊逢大雨必煙 當時就請消防局派這個消防支 還有他們那個叫做橡皮艇 協助然後把一些需要幫忙 尤其是弱勢的 尤其是行動不變的長者 都有做橡皮艇出來 極端氣候釀成的災損越來越頻繁 擔任里長近二十年的康秀雲 2013年起 帶領社區加入水患自主防災 由李明自行組成的警戒班 收容班疏散班 在林里間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說我們的水位高達到 差不多20公分左右 我們就差不多要特別宣導 請那個防災社區的志工 來做疏散撤離 讓大家能夠提高警覺 去年桃園市政府 趁著颱風空窗期 在眷村周邊新設雨水相寒 和水塵分流工程 透過增加排水路線 搭配定期巡視 並清除淤積物 期盼這次杜蘇瑞來襲 也能發揮成效 我們有那個水池表 然後我們夥伴就會去巡視 就是颱風來臨之前 我們會去巡視 看雨量有多少 它的高度到哪裡 我們就會通報里長 說該不該疏散 我們水務局已經清溝2萬公尺 大概1G5有14公噸 目前我們跟企業界 有57家的企業界結盟 來做防災的工作 他們會提供抽水機 沙包還有擋板 前一次颱風登陸 已經是2019年8月 台灣睽違近四年沒有颱風清洗 如今碰上盛陰現象 就怕風雨威力驚人 氣象專家指出 過去三年多 其實有上百條颱風軌跡密密麻麻 只是台灣剛好避開 今年下半年未必會這麼幸運 未來海水溫度越來越高 強盛陰的機會是非常的高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可以說 如果發生強盛陰或盛陰的情況下 颱風來台灣 它都會是一個有規模 至少是中度颱風或是強台等級的規模 它的強度比較強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 它在中太平洋深層 它沿著比較在汪洋大海上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舞台發展它自己 可是它往這個舞台上發展自己的時候 它並沒有 它不一定會走到台灣這邊來 按氣象局統計顯示 往年6到12月 約末會有21到25個颱風生成 其中大約3到5個會侵襲台灣 預估今年也接近正常值 但專家提醒 聲音現象讓颱風較容易生成 強度變強 民眾人需提高警覺 像什麼莫拉克颱風 大家記憶猶新的 納利颱風把台北淹掉 這些颱風都是很弱的颱風 它並不是大家想像的什麼五級颱風 當然有一個關鍵就是 他們走的速度只要是慢的話 就會很可怕 過去四年沒有颱風來 第一個是我們很多的基礎的建設 搞不好比較缺乏那種颱風 每年帶來的正常的損壞 所以相對之下 可能的漏洞就會比較多了 杜蘇瑞颱風不斷增強 專家呼籲別鬆懈 才能把災損降到最低 TVB也新聞羅氏彭 戴源利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而在盛陰現象發生的時候 颱風生成的位置通常會 離台灣比較遠 而反盛陰現象則會使颱風 離台灣比較近 今年2023年是盛陰年 所以今年的夏季跟秋季 西北太平洋颱風生成的位置 比正常年會較偏向東南 也就是說距離台灣跟東亞陸地比較遠 所以颱風在海面上 陽面上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當然能夠強度也會略為堅強 趁著雨還沒下下來 農民趕緊到田區整地挖出排水的渠道 避免瞬間的豪大雨淹進田間 也用防護網罩罩在農作物上 避免受到傷害 在往南走越接近颱風暴風圈的範圍 防護作業不敢鬆懈 把咖啡樹用指甲固定 避免樹枝被風吹得東倒西歪 還有一早五點就來採收巴勒的農民 就怕原本要進入採收期的巴勒 被颱風攪局釀成栽損 很辛苦栽種的巴勒 都很大顆了 要趕快搶收起來 以免被颱風都吃掉了 中南部的農民各個嚴陣以待 防範措施做到好 因為杜蘇瑞颱風南部首當其衝 除了防台之外 也有不少動農期盼 這次颱風能夠為水庫帶來 豐沛雨水 今年自從反深陰年要轉換成為 盛陰年海溫呢 也會慢慢的提高 對颱風的深沉也會出現變化 不過根據歐盟的研究調查 發現在盛陰年的時候呢 颱風深沉的機率呢 是有下降的趨勢 不過強度卻是提高的 像在中太平洋深沉颱風 也會隨著當時的海溫 以及大氣環境的影響 來決定颱風的強度 反深陰現象正式結束 在東太平洋海溫將會持續回升 熱帶海氣特徵 也會漸漸恢復正常狀態 而在西北太平洋颱風深沉位置 通常會比正常年偏向東南海面 所以當颱風移動到台灣時 在洋面上的時間比較長 就很有可能讓颱風強度變強 那生一年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東太平洋的海溫 開始沒有像過去那麼的溫度 這麼的低 在赤道中間的海溫 其實它隨著洋流往西邊傳 從東太平洋往西邊傳的時候 它逐漸就加熱 所以就是它加熱的區域 就會越來越在中太平洋 而不是在西北太平洋這邊 西太平洋這邊 所以就造成了一些 氣候上面的一些變化 甚至影響颱風 以及美雨都會影響到 在正常年的時候 颱風大概都會在中央偏西 就是中太平洋偏西的地方深層 這時候它發生的位置 因為海水變暖 就變成在中太平洋就開始產生了 那這個時候它移動的路徑 就是往溪邊傳溪邊移動 那這時候它的路徑就變長 所以它的生命期就會變長了 聖英年出現長命台的機率提高 以目前聖英發展來看 2023年下半年強度會慢慢增強 而到明年春天 有機會轉為強聖英狀況 一旦轉強 台灣的夏季恐怕會更熱 而颱風生成範圍也可能更廣 氣候變遷的情況下 這個氣候的變異性增加 然後同時海水其實是一個含量 熱含量非常大的一個系統 那它反應時間慢 那當然它反饋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因為它可以蓄積比較多的能量 在海水裡面 它一旦蓄積了一量的能量之後 它反饋到大氣的時候 它的那個反饋力道其實是蠻強的 就是海水因為暖水團 暖水團相對來講 往東邊去移動了結果 所以這個造成大氣的環流 其實會相對應的發生這些改變 除了從太陽來之外 從海洋供應的這個大氣的能量 包括水氣蒸發到大氣中變成是水蒸氣 這部分來講 其實它的供應量多半在海洋上面 其實是佔絕大多數 要讓中南部的水庫進帳 除了依靠颱風 再出現深一年的隔年春季 降雨也會偏多 但近幾年氣候變遷越來越嚴重 面對深一年的極端天氣 所以人得更謹慎應對 TVV的新聞 董欧俊 劉一鈞 台北採訪不到 這一次從杜蘇瑞颱風的路徑來看 雖然逼近台灣 但是這一次的颱風 對北台灣的影響相對的是比較小的 主要影響的地方會是花冬跟高平 但是北台灣這邊還是會怕夾帶大量的豪雨 北市府跟新北市政府也紛紛展開防台應變措施 確保市民的安全 上市台北市府在今天就先撤離了河濱設施 更在淹水熱區加強清淤作業 另外新北市的84座抽水站 347台的抽水機組 也都完成測試 確保運作功能正常 出動大型吊車 將大家碼頭的影橋緩緩吊起 趁杜蘇瑞颱風來臨前趕緊撤離 可移動式河濱設施 貨櫃 裝置藝術 流動廁所等等 也都要通通撤走確保安全 杜蘇瑞颱風逼近北市府 陸續進行河濱公園 非固定性設施的撤離工作 調離97座的流動廁所加強警戒 那撤離包含像這次的 就是這個影橋 影橋部分台北市河濱公園有10座 我們會撤離 那還有兩座的普通碼頭 那還有97座的警官廁所等等的設施 它的颱風雖然在南部造成影響 但是它的雨量也是會非常大 那雨是會影響我們的河川水位 所以會造成一些核方安全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會進行徹底的工作 北市府不敢大意 更在淹水熱區加強清淤作業 並動員人力修剪路數全力防台 雖然這次颱風對北台灣影響相對較小 但就怕遐帶大量好雨 隔壁的新北市也嚴陣以待 新北市一共有84座抽水站 347台抽水機組 在啟動前先完成測試 確保運作功能正常 並備有6萬包砂包 90台移動式抽水機 落實防汛準備 包括像抽水站水門的巡檢 還有分鴻道設施的檢查 以及移動式抽水機的調度及預布 自從此的話 提前的降低水位跟排空 以及就是勾取的一些清淤 等等的一些檢查工作都要落實 這樣才能夠做好超前部署 然後來因應這一次的颱風準備作業 那目前這個颱風現在的預估 它接近台灣的時候 大概是呈現一個中度颱風的等級 那影響台灣最明顯的時間 大概是從禮拜三開始 一直到這個禮拜五的上半天 會是影響台灣最明顯的時間 特別是在影封面的花東地區 然後屏東還有在南台灣 有機會出現比較強的降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颱風來臨之前 一定要趕緊做好些防台的準備 面對颱風季節 可能帶來的強風暴雨 社區大樓不敢鬆懈 防台準備工作一個都沒少 我們社區它的建築設計 在中庭的地方有一個警禮池 這警禮池的所裡面放的水 大概約莫在十噸水 那這個強降雨發生的時候 這雨池的水它就會驟然上升 這兩個區域的水是相通的 跟警禮池相通的 裡面有兩支節水管 也就是說水到達節水管 管頭的高度之後 它會透過這兩支節水管 外排到台北市馬路的水溝去 一旦強降雨雨水流進警禮池內 就算水量瞬間升高 也不會有淹水問題 來到社區頂樓 管委會也將各個排水口清理乾淨 讓排水順暢 頂樓的排水的問題 不要讓它有積水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落水口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特別清潔 而且一天可能要上來巡視好多次 然後讓它確保它的排水是順暢的 那這些植栽我們就是把它排列整齊 然後不要因為風或者雨 把它就是到處跑這樣子 讓它阻擋了水的排不順的情況 所以這些落水頭都要檢查 然後我們清潔人員會特別上來 再做巡視這樣子 風刺有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有些東西都容易掉落 像是招牌或者是盆栽等等的 這些東西都建議大家 把它以繩子把它固定好綁好 那麼一些地方地區容易淹水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抽水的設備 是不是要趕快的測試看看 它是不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那麼另外如果你家裡有一些地下室停車場 也要趕快的通知一些管委會 是不是有一些沙包可以乾淨的把它擋住 才不會有水可以淹到我們的停車場 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杜蘇瑞颱風進逼台灣 在好大雨來臨前做好防台措施 千萬不可標以輕心 TVBS新聞 顏維生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杜蘇瑞颱風已經越來越接近台灣 就怕大雨下不停 民眾不只外面要防淹水 還要擔心家裡會不會也跟著下小雨 左眼房屋的漏水問題 抓漏公司的電話 也跟著颱風的腳步多了起來 這邊就會一直滴水 然後這邊整個就暗湿 這邊縫跟縫的接觸 防水沒有處理好 所以大雨或颱風就很危險 抬頭一看 陽台天花板已經東掉西缺 甚至可以直接看進內部結構 即使曾經有找人來加強防水 還是難擋大雨的侵襲 不僅陽台 有颱風的痕跡 走進房子 另外一個空間 除藏室 也有颱風的造訪記錄 這裡是塑膠板嘛 所以它就會沿著縫 因為水滿了它就往旁邊這樣 從那縫隙溢下來 然後你看這邊都痕跡啊 沿著這樣子刷下來 你看這整個都壞掉 所以我這個我是用那個 洗力控自己自己塗了 就看哪邊 覺得水泥氣的比較低的部分 我用洗力控這樣 但至少又好幾年又再發生第二次 會擔心就是這次颱風來又 我們當然擔心 所以為什麼這個洞我一直沒有補啊 外面下大雨 屋內就下小雨 不僅水痕爬滿牆 櫃子甚至都已經因為泡水而變形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白話 就是曾經有漏水的跡象 因為這陣子沒什麼下雨 它有收乾了 它就收乾了 來到客廳 天花板也有常年因為雨水長襲 外牆滲水產生的臂癌痕跡 眼看杜蘇瑞颱風來勢洶洶 也要抓緊時間展開室外室內 全面性的防水作業 除了清除排水溝 還要清除陽台堆積的垃圾 同時利用防水材料 強化屋頂以及外牆損傷 如果屋頂有發現軍列 可以先用防水布來應急 同步找出潛藏在家中的漏水點 跟室外抓漏的概念相同 先找出水從哪裡冒出來的 揪出路徑之後 再用科技一氣進一步確認 好 你像這個藍色 顏色越藍 顏色越藍越深這個部分 代表這個點上的 含水率跟濕度是越高了 對 那像紅的 紅的這部分 就是一般的設備常文而已 現在跟以前的差別在於 我們可以做到眼見為憑 對 因為傳統的方式其實就是 過往就是憑經驗制 然後去判斷 覺得可能80% 90% 就是這裡了 但是往往就是挖下去沒有 那現在的科技儀器就是說 我們用方法跟儀器 在還沒有敲之前 先確認真正漏水的原因 當我們敲下去的時候 不會產生誤判 你只要外面形成了防水膜以後 雨打到牆壁進不去的時候 就不漏 不讓房屋漏水夢魘重演 是抓漏也是防範會然 尤其颱風帶來的好雨 以及暴風破壞力 沒人說得準 一旦雨水入侵損害 就是大規模起跳 而看看距離上一次颱風登陸台灣 已經是2019年8月24號 也就是4年前 颱風天要來了就電話有比較多 平常就是沒颱風之前 就是一天可能兩三通電話詢問 然後颱風過後就會比較多電話 就可能會被打爆這樣 一般都是下大雨之後 才會有做防水的需求 颱風強襲不能輕忽 做好全面防台準備 房屋的防漏水也是得要執行的選項之一 幾位新聞中等容成為越台北採訪報道 氣候變遷之下 每年只會越來越熱 也就是經歷過的夏天溫度已經回不去了 從2013年往前看10年 平均2到3年才會飆出現一次飆破38度的夏天 現在幾乎甜甜 烈日高照 上班族午餐外出觅食 不是出動揚傘 就是乾淨躲進冷氣房 酷暑早就是現在的日常 從7月以來台灣連日高溫 溫度都在攝氏34到35度之間 高溫記錄由台北、新北、台中、台東、新竹和金門 六個縣市包辦 預計在本世紀末就是2101年 台灣的夏季長度會從目前的130天 增長到155到210天 也就是從原本的大概4個月左右 增加到7個月就是半年以上 都是夏天的這種感覺 炎月的感覺 那麼冬天的長度則是從目前的70天 減少成為0到50天 夏季天數增加已經是不可改變的未來 而中研院科技部氣象局合作發表的台灣版氣候變遷報告中也指出 最快台灣在2060年可能就沒有冬天 從2013年往前看10年 平均2到3年會出現一次飆破38度的夏天 但最近10年每1到2年就出現38度高溫 2016到2018年甚至年年都出現 顯示台灣的夏天只會越來越熱 美國的研究數據指出 全球的均溫在7月6號連續4天 創下了最高溫的紀錄 而這紀錄其實也刷新了 從冰河時期以來12萬年的最高溫 聯合國緊急召開記者會 市井氣候變遷已經失控 從台北側站的數據來看 極端高溫天數不斷被突破 2020年大於36度的天數已經高達59天 等於每年有兩個月都處於極端高溫當中 也成為對人體的無形殺手 在這幾年其實都很流行跑馬拉松 三鐵這些運動 往往都會在這些大型的活動舉辦完之後 這一類型的就診人數是增加的 第一個一定要減少自己在高溫環境下 工作的一個時間 所以時間是一個重點 如果在短時間內體內都有能力去恢復的話 當炎熱和高溫度並行就是一個危險組合 熱傷害的人次呢 這三年呢大約是6000個人次 那這其中的5到9月呢佔了8成5 那如果我們看性別來看的話 男性有7成7 熱天有運動或者是做比較就劇烈的運動的情況之下 回家以後呢除了肌肉痠痛然後產生了類似茶色尿的患者來求診 那其實呢這些都是潛在性的造成熱傷害所造成的一些結果 今年熱傷害就診人數當中最高的是台中市 其次為高雄市和彰化縣 而台中市已經連續七年稱冠 高風險族群包含嬰幼童 15歲以上的長者 慢性病患戶外工作者 運動員以及過重者 還有在密閉空間工作的職業 像是廚師 就是量補心 就是要保持量爽 然後補充水分 然後提高警覺心 天氣熱讓人難以生存 甚至導致工作者失去50%的產能 而氣候變遷高溫的噪音也都是人類 就是都市的熱導效應 當我們把一些森林啊樹木啊草地把它砍伐過後呢 拿來幹建築物 水泥大樓或者是鋪設柏油路 那麼這些東西呢本身就會蓄熱哦 比較不利於散熱 現在的夏季對我們來說 已經不再是沙灘陽光享受的假期 而是影響生存的威脅 未來只會更熱 更別說如果不積極的減碳 可能每一年都該用創新的高溫 重新定義夏天 TVBS新聞 李偉華詩單詞才會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